疫情持续升温 市场口罩供不应求 慈禧马来西亚分会动员志工力量 制作布口罩 慈离志工陈毕方 曾在SARS斋戒约期间制作布口罩 即便现在患有眼疾 陈毕方依然乐意承担做领头羊的责任 所以做就对了 商人每次都说做就对了 认真仔细地消毒每一样工具 任医会中医师张秀娟 也善用自己的医学背景 为这次的口罩制作献出名利 这些看似普通的布织布 是这次布口罩制作的重要原料之一 如果你是布的口罩密度够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是可以保护 80%以上的肥沫传染了 所以我们为了提高更好的安全 我们就去找布织布 来再多一层地把它放在布口罩里面 其实布织布它是有密度比较密 所以它其实可以比较好地去过滤 一些细菌病毒类的东西 这天由志工用心制作的 第一批爱心布口罩 正式地移交到洗肾中心 医护人员的手中 很感谢我们基金会 慈激基金会有想到这方面同仁 来保护同仁 上里也常说嘛 也要顾顾 我们要顾自己 顾好自己 才能够去委屈外面服务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 慈激志工善用自己的良能 为分会工作人员注入一股暖流 大爱新闻彭敬贤 谢凯英 马来西亚报道 感谢准备